不是啊妹妹 你再说一遍你想什么手机 姐姐姐 能不能帮我找台最烂最便宜的13 Pro Max 蛤 为啥要那么差的呀 现在苹果被华为打压的这么厉害 准新的13 Pro Max也很便宜呀 那行姐姐 我预算不多 一定要最便宜的 那个能多送我一个能打电话的小手表吗 第二次从你这买了 哦 老粉呀 肯定没问题 诶 张弟儿 刚到的那个13 PM在哪 我听说掉价不少呀 对 25的掉价挺多 都会128一个价 行 那你去帮我拿过来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 千万不要相信评论区里面主动撕信你们的人 尤其是现暑假了啊 骗子贼多 所以说找我下单之前啊 一定要给我打个视频电话 警方诈骗啊兄弟们 来妹妹 你可能要有个心理准备了啊 啊 怎么了姐 反正先给你看机器吧 我一共是给你挑了三台 来给你看看 电池是100的啊 充电43次 28次 还有36次的边框 看到没有 是不是嘎嘎亮 没有磕碰和划痕 给你看屏幕啊 看到没有 都是滴水成猪的啊 没有打磨过的原装瓶 全绿的啊 正常的零售机 这不挺好的吗姐 是啊 挺好是挺好的啊 但是这个13 Pro Max 它用的是A15的仿生芯片 它的这个屏幕啊 你看 它是自带这个120赫兹高刷的 所以说你再用个四五年都不会卡顿 而且像你平时比如说打游戏啊 或者是看电视剧啥的 它都是不会卡顿 或者卡针的 而且它这个手机的续航也很好 4000毫安的大电池 就是你两天一充也没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这个手机的口碑也好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短板的 姐 你是不是想说这款手机很贵啊 我预算不够啊 不是啊妹妹 我是想说 我拿的这一批256G的 跟128G的价格差不多 所以说啊 你这个预算 我不光给你拿一个这个橙色好的 我还能给你大内存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惊喜 来 你看看 你要什么颜色 金色是最便宜的啊 你看 那太好了姐 嗯 那我要金色的吧 行 既然你是老粉啊 答应你的小手表给你戴上了啊 而且你还是第二次购买 那配件肯定是给你安排到位 你看 壳 膜 充电器 还有耳机 都是给你双份的 怎么样 关注你七弟姐 不吃亏吧